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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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金家仁港人and港市 今天這段影片跟大家說說香港的樓市 沒什麼好說 金家仁都出了預測 都說明香港的樓市會不行 那你還想說些什麼 沒錯 香港樓市是不行的 現在二手蝕釀 真是多到偶 太古城膽敢死六百萬兩房 還有就是 很有趣 真是一邊冰一邊火 即是天水圍 元朗朝門那邊 7千元一尺 6千元一尺 5千元一尺 也有的 但很奇怪 Yoho West竟然能賣光 我一向都說的 那些樓的新款 你推出多少賣七八成 我當你賣光 對不對 Yoho West我確實跌眼鏡 但很奇怪 香港的樓市整體都是下行 有沒有人可以否定我 沒有 是不是 但現在香港出了一群 我經常都說這群真是妖孽 牛鬼蛇神 無論是股市也好 樓市也好 甚至乎是整體經濟也好 真的很奇怪 總有一群人出來唱好 好 今天我真的要招呼一隻狗 這隻狗 我其實想說他很久 但真的 我的資料看了 我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我沒有時間招呼他 但是 他真的說一些東西 去影響一些十五十六的人 令到這宗人真的買了樓 但是他們這些牛鬼蛇神 說完這些內容 說完那些數據 當然 他們拿出來的數據是真的 但是數據的源頭怎麼來 沒有人知道 這位就叫做汪汪 汪敦敬 這位汪先生 老實說 他出了位不是今天的事 十幾年前 他說的東西已經非常超前 真的很有趣 有很多人說沒有的 說成有 把一般的東西說成很誇張 再加上自己的言行舉止 導致說話很有吸引力 但是明眼人看得出 他是靠吹 沒有任何說服力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汪汪呢 因為我敬佩他 如果大家有看過 國內那些串拳 我之前在文進的台 也說過一次 就是 國內很多人拿磚頭 用自己的拳頭 手掌 去打斷 很有趣 在抖音 小紅書上 這些片是很多的 其實我們香港人比較聰明 都知道是造假的 因為無論磚頭 或者聲音畫面 都是經過處理的 但是 因為這件事出現之後 國內有人出來打假 完想50萬 拿50萬出來 因為你如果真的可以打到真實的磚頭 定了一些規定 你打到的 這50萬你拿去 當這個打假的頻道主 發佈了這個消息之後 壓著無聲 但是到最後 有一個 真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假磚 打得多 打到自己 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打到真磚 好了 大家這種視頻 可以上網 YouTube都找到 可以自己看看 好了 那這一位 汪汪呢 就好像 這件事一樣 他自己說的事情 都真的順以為真的 好了 他真的說到 樓市未來是長聲長有的 幾年前 他還說 別人冷靜 我瘋狂 每個人都認為樓市向下跌的時候 他自己去入市買了一層樓 真的 老實說 我很冷靜 我也不瘋狂 但是他真的很瘋狂 我記得好像是兩年多的時候 這位汪汪呢 真的走去入市買樓 但當時的樓價其實已經在下跌了 國內打假的人也是一樣 他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打到 到最終就出陽相 打到手流血 錢當然拿不到 還有自己抖音的帳號 也被迫說要 取消 誤繞的帳號 也解釋不到自己為何打不到爭尊 好了 現在就是香港樓市 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是絕大部分覺醒的人都知道 香港樓市是下跌的 但為何這群人都還要說這些言論 要托著市場 汪汪和李家閣最近都出了很多特別的言論 為何我用特別呢 我會覺得他們說的事情是莫名其妙 而且好像李家閣這些地產經紀公司 年初就已經分析錯誤了 他們說今年是會升的 現在有一位叫做蕭穎青 他就開始逆轉了 開始說些事情像人話 但是 越來越恐怖 大家要記住 極左和極右 到最終都是一樣走向毀滅 我明天再說他 先說說汪汪 和李家閣有什麼分別呢 李家閣今年年初已經分析錯誤了 說今年整體會向上升 好了 現在又來了 李家閣就說明年到年中 就會升8% 他怎麼計算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你這些是口講口悔的 到時不升的話 你又沒有損失的 但是你在媒體說出來 別人信了你 那下年不是升8% 是下跌8% 那你需要負責任呢 不需要的 對不對 那別人現在賣樓盤那些 很多真的有保障在那裡 如果下跌了5% 他真的會給中間的差價 給賣樓的人 但是不是 李家閣說下一年 升8% 那不升 我分析錯了 對不起 有時候連SORRY 整個英文字幕都可以不寸出來 S了 對不對 那好了 現在 汪汪呢 他又有一篇文章 說的話內容類似 就是李家閣 或者真是打砸頭的人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香港的悲情流史 是不會長久的 這是一個網絡上可以找到的文章 這份文章 我讀給大家聽 老實說 我只是這樣納過而已 沒有認真去分析 因為不能分析 因為真的 這些人說話 究竟他是真真正正的認為 未來的後世是這樣 還是說 哎呀 現在不說 沒得說了 為什麼 因為 倒到谷底的話 就一定要他反彈 我不敢說的話 他就不反彈 是什麼意思 就是邁向精神病 已經到了自己 欺騙自己的階段 他有視頻 大家可以平時聽聽汪汪說話 他說社會的風氣就改變了 昔日不會將和藝消息當成喜順去行災樂禍 過去人們 即是我們香港人 遇上困境仍會 歡迎有理據的好消息出現 但現在的事情卻抗拒有利消息 總是面對困難的當事人 也只是想證明 我今天不順利是因為經濟沒得救 多於去掌握明天會更好的機會 他說這一段好像很正面 正能量 但是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國內人現在也是 對買樓這麼有戒心 那麼多負能量 原因是因為現在的經濟不正常 不正常的原因是 源於有個人不正常 一男子因素做的事情 第一就是導致現在的市場搞成這樣 導致香港的自由民主經濟 也不停地走樣 其實汪汪是否不知道呢 還是他認為 突然間空降了一個皇帝去管轄 本來正在走自由民主的國家或者城市 喂 還可以像以前一樣 那我就覺得 汪汪呢 其實他很樂天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一個明天會更好的 那種人來的 但是我們覺醒的人 心水清的人知道 香港是什麼環境 明白的 好了 繼續看看他怎麼看 這是我們香港人的心態 他的看法是非常之厲害的 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他說 他說 縱使人心思變 人們陷入了悲情 人們見到好的變化 又不敢說好消息了 不過 我認為 仍然要堅持勇敢地和大家分享個人所見 正能量 大家明白嗎 好了 他說的正能量 是有多荒謬呢 大家聽著 最近年樓市低迷是因為兩個原因 一是悲情氾濫 另一是高息引起的定期存款月潮 但其實這兩方面 又開始有了變化 高息我絕對認同 但是這個悲情氾濫這個意思 我是不明白的 買樓是因為我是結婚 所以去買樓 開心 買樓是因為我生兒子 即是有下一代 開心 買樓是因為我吃了麥當勞 然後很好吃 開心 總之我每天都做很多開心的事 總之我每天都很開心 那我就去買樓了 不買樓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悲情氾濫 我悲情為什麼氾濫 因為我看了剛剛那些 就是粵語殘片 或者草物那些很慘的那些 就是 中犬那些電影 我不開心 所以我不買樓 你買樓和不買樓 和情緒有關的嗎 是和實際需要的 你結婚所以買樓 不是因為開心不開心 很多人在婚姻生活都不開心 我身邊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們以前也是買樓 很多人結婚之後 生兒子 要換樓 不開心 壓力很大 但是沒辦法 有了下一代 是責任 一定要住大一點 所以要買樓 要換樓 不是這樣的嗎 關於情緒什麼事 如果開心就買樓 那我想 除非是呂勵軍 傻傻的 我在網絡那裡看到一宗新聞 就覺得有人敢買樓 是很荒舊的 我才用這個名字 不要告我 好了 定期的高息回報 最兼顧的時候 很多人做定期 獲得5厘以上的收益 曾經何時在香港 只有1.8厘左右的通脹率 可想而知相當吸引的 這個我是認同的 去除 通脹正純利有3%以上 有關的吸引是源於收息 源於高於通脹或GDP 但是 最近通脹已經達到2.7% 很大機會就走向3%以上 即使說 定期收息的回報是 過了最可觀的時候 已經由絕對性的光環 變為了相對性的光環 直到 10月底的M3數字 反映過去了 20個月定期存款 不斷增加的趨勢已經初步中止 定期存款在10月份 初步減少了於700億元 這個跟最近的樓市多了人用現金一次過付清樓價買樓的個案 及樓市最低潮回暖時相當配合的 嘩 說了這麼久 他沒有說錯 他沒有說錯 什麼意思 現在多了人買樓 就不供樓了 什麼叫買樓不供樓 買樓有兩種形式 一是做案件 二是存款買 存款買 其實是真真正正的買樓 你供樓 只不過是給了首期 然後你自己供 或者你租給人去供 所以買樓和供樓應該是兩個名次 但是很多人覺得自己供樓就當買樓了 為什麼?因為我不供樓住 那我都要租屋住 租屋都要交租 香港的租金這麼貴 當然是買樓化算 買樓就是供樓 這樣又說得通 但我是分得很開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香港很多人買樓一炮過尾 那你問我是不是 我告訴大家是 確實是 為什麼?他也沒有說錯 因為利息高 利息高 如果我是供樓的話 我要負擔一個這麼高的利息是不化算的 而且如果我有錢就走 我買了一層樓 那我租出去 我自己不住 我租出去 譬如說一層樓你買回來是300萬 你租出去一萬 那那個管理費 就是由租客給的 變成你不要算差響地租 不要算這些 你每個月都賺一萬 一年就賺十二萬 十年就賺百二萬 如果是真真正經買樓 所以他好像是沒有說錯的 但如果以前是低息的話 當然是供樓化算 對不對?利息低 那你有多元的錢 你可以去投資做生意 賺更多的錢 那好吧 那 是不是他說的話 就代表完全正確呢? 開始就步入 復甦期 其實很明顯是自己欺騙自己 為什麼? 因為現在買樓的數字 仍然是很低 你虧讓賣出去 是越來越高的 如果你單憑那些人 不想著放錢在銀行 收息 賺息差 現在不再這樣 然後拿錢出來買樓 那你要說一下比率才行 我可以說一句 是極小部分 所以其實他是有一點點嘩眾取寵 是有一點點就是 將少許有這樣的行為的人 放得很大 然後就說這些東西就是性能量 樓市 再升的先兆 但他好像解釋不到問題 就是現在的利息仍然是很高 如果你說要說好消息 那不是好消息 你這種說話 你的意思就是要配合 現在開始減息的時候 你說才會更有說服力 現在銀行的定期利率仍然是很高 對不對? 有時候三個月的大新銀行 他給你6.8% 還是很高 只不過 你不說真話 那些人為什麼不放定期在銀行上 現在 轉了去新加坡 轉了外匯 你不說這些而已 對不對? 好了 他就說 很多人廢盡唇舌 甚至有些人 揭施底裏要求政府設立 高官回應 表述樓市不需要全面設立 只需作出優化就足夠 他認為現在的注意力是放錯了地方 應該對於公眾或者尤其是站在市民 從年輕一輩的角度來說 如果為他們的利益重整房屋政策 重點有兩方面 他的意思就是 樓市現在要放在年輕人身上 有兩方面 第一個是轉流率 這一方面是有進步的 他沒有解釋什麼叫轉流率 第二是能達到財富轉移的效果 他說財富轉移的效果 這一點是被嚴重忽略的 什麼叫財富轉移呢? 他解釋一下 大家聽不聽得懂 我照讀 大家聽一下 即是要將原本得到過多機會的人士 透過市場 畢竟轉秀到較貧困人士的手上 是機會還是樓 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我自己估計 即是我自己打入他的精神病狀態 我估計就是 有些人想買樓 要虧賣 把樓便便宜賣給一些沒什麼錢的人 本來那個人手上可能只有200萬 想買一層250萬或近300萬的樓 他就賣不到 即是因為不夠錢 不要緊 現在本來賣300萬樓的人 一減到250萬 遷就你 你窮 我遷就你 那我就把300萬的樓 賣到250萬甚至乎100萬 就把這層樓 轉移到你這種窮人手上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很簡單來說 你說接火棒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就去搞一個叫做財富轉移 結火棒遊戲 OK 好了 市場的低價成交就是一個例子 等於我解釋這樣 即是說 改善財富結構是要透過成交的 那你生兒 也是要透過性交的 如果不是的 就使管嬰兒 那生兒 除了要透過性交之外 也需要有懷人的過程 這是說廢話的 那好了 如果情況仍然未理想 樓價雖然下跌 但是人們在悲情下 又不敢入市 財富沒有得到轉移 就是說 當市道很轉移的時候 仍然是有錢人佔優勢最大 就是廢話的 就是我有時候 對著這些人 我真的很想囂張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說廢話 什麼時候都是有錢人佔優勢最大 難道窮人會比有錢人有話事權嗎 是不是 喂 你吃了東西的人 一定是飽過沒有吃東西的人 這些是什麼 廢話 那好了 草根和年輕人的上車機會 可以說是 悲情下短暫的入市時刻 老實說 這是什麼言論 我再說一次 草根和年輕人的上車機會 可以說是 悲情下短暫入市時刻 可不可以留言告訴我 什麼叫做 悲情下短暫的入市時刻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我越窮 我越不開心 所以 我要更加賣樓 哄自己開心 但是我沒有錢 我簽了的話 我也沒有錢 所以 老實說 他這個 言論 真的 已經不能夠用思覺失調來形容 我已經覺得他已經有中度的精神妄想症 真的 他又講一個例子 我希望大家明白 求和美斯來講作錯有一個啟示 不同的光譜立場的人也視為好事 雖然撲飛 這反映極端悲情始終會過去 在現金樓不但沒有消失和空前強勁之下 將來樓市恢復時會回復得較快 當下成交量由谷底回升 不但相信成交價格 調整3%就找到谷底 然後 會進入另一波的上升軌道 嘩 我也不明白 香港樓市跌和美斯來講作錯有什麼關係 就是那些人不買樓 他才有錢去買那些黃牛飛去看美斯 你試試供樓養著一家大小的人 還會不會有錢去買黃牛飛 對吧 是因為不買樓我才可以看美斯 如果我買樓 我只能看電視 或者看手機的美斯 這才是正常的邏輯 為什麼 因為窮人有壓力 供樓有壓力 不用供樓的話 就無樓一身輕 這才是正常的邏輯 好了 大家聽完汪汪這份文章 或者他的讚文 認為悲情的樓市會不會長久 自己思考一下 當然我不希望大家聽完他這份讚文 會令自己精神有問題 或者影響到你們的情緒 會越來越悲情的話就不好了 如果你聽完我這段影片之後 覺得自己越來越悲情的話 可以吃朱古力 這樣一個人就會開心一點 好了 今天這段影片和大家聊了這麼多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